很多人问我 你住爱多美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孩子吗 为了家人吗 爱多美和家人比较的话 谁比较重要 我觉得家人是我的生命 但是爱多美是我的全部 大家好 我是新科的新光大师 我叫Yuki Yian 加入爱多美是接近四年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 当我第二次怀孕 又大的肚子的时候 还要带上一个几个月的宝宝 我行动也很困难 起床也很辛苦每一天 可是我还是要起来告诉自己 我要分享爱多美 所以我每天给自己立下的目标 我最少要见一到三位的伙伴 所以即使我再辛苦 我大的肚子 我都是在分享爱多美 做爱多美不只是为了孩子 也为了更多更多的人 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族的命运 以及改变别人的命运 我的孩子跟着我在爱多美成长 现在我的孩子最大的三岁 第二个最小的两岁 那么爱多美是一百年的根基 对我来说是一辈子三辈子 所以不只是我的孩子 将来我的孙子也一定是爱多美的一部分 我的先生我很幸运 因为真的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先生 当初我先生不愿意服用保健食品 他说我把他当白老鼠 但是呢被我一次一次的墙壁以后呢 因为产品他感动了 很大的功劳和一部分也是来自于我先生的 所以非常感恩 我最想对我的伙伴们说 没有你们也没有我 从之前的我们的朦朦胧胧什么都不懂 到今天的我们都在爱多美一起长大 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更加以理修的风范 齐心合力的 不分你我的 以爱出发 带领更多的伙伴成功 恭喜我们Yoki老师成为星光大师 闪闪发亮的星光大师 谢谢你Yoki老师一路来的栽培 一路来的支持 谢谢你Yoki老师感恩由你 谢谢 恭喜我们Yoki老师成为星光大师 恭喜恭喜 我一路来很感恩Yoki老师 一路来带着我们一起走向成功的路上 也很感谢Yoki老师一路来没有放弃我们 我们也跟他相助他的步骤一起走下去 一起加油努力 恭喜恭喜我们的Yoki老师成为了星光大师 感谢他一路来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们可以继续在爱多美步步高升 有他真好感恩感恩 一点点 健康 年轻货 selfish 摸 娃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